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黄太极积极的开疆拓土 他将目标锁定 在了蒙古查哈尔布林丹汉的身上 相继发动了三次对林丹汉的战争 在黄太极的步步紧逼下 林丹汉节节败退 最终各死于青海打草滩 林丹汉死后 处到弥孙赛 他的妻妾和部署 一股脑的投降了黄太极 面对这种情况 黄太极当然是非 常高兴的 不但可以扩大疆域 还可以将对方的人口 才采归到自己名下 更高兴的是 他还可以收归林丹汉的那些美丽妻妾呢 其中 有两位林丹汉的福晋 被黄太极纳入后宫 第一位叫巴特马早 及后来黄太极武功后妃中的衍庆公淑妃 第二位叫那目中 他就是后来的林指公贵妃 据说 1635年那目中归顺黄太极的时候 不但交出了北元的玉玺 而且他还怀有身孕 这位一父子应该是林丹汉的 虽然那目中怀有身孕 但这黄太极仍然没有嫌弃 笑而纳之 不久 那目中便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阿布奈 话说 这黄太极的第二女叫马卡塔 后来被封为库伦温庄长公主 是黄太极中宫皇宫哲哲所生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嫡长女 这马卡塔长大后 嫁给了林丹汉的儿子额哲 这额哲便是上面所说的阿布奈的哥哥 但是这额哲命不太好 很早就去世了 当时少数民族仍保留着第七七嫂的传统习俗 于是后 这马卡塔便改嫁给了额哲的弟弟阿布奈 并生下了两个儿子布尔尼 罗布藏 马卡塔公主于康熙二年便去世了 他去世后 阿布奈变得不安分起来 也不向蜻蜓朝近 于是蜻蜓便将阿布奈给关了起来 不曾想到的是 阿布奈的两个儿子布尔尼 罗布藏 却于康熙十四年发动叛乱 趁机救出父亲 最终被蜻蜓评定 不久 阿布奈被蜻蜓绞死 而当时 阿布奈的母亲的墓中 已经在康熙十三年去世了 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子孙与蜻进行交锋的场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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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刷